阿诚谈王硕 他是一个善良容易害羞的人 人物周刊与他相识多久 他在您的印象中是怎样一个人呢 阿诚有十年了吧 一个和共国的善良人 现在这样的人罕见了 一个心理上我的观察是在从年受过伤害的人 容易害羞 但从动物行为学讲 汗修不是软弱 而是克制机制 克制是攻击性 进取性 人物周刊展示在公众面前的他 与您认识的他有无反差呢 阿诚我从来不理文如其人那一套 所以也无所谓反差 我们在暗处 为什么老要别人在明处展示真实呢 要小心 这种对真实的要求往往会使自己变态的 我不要求别人展示真实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怎样组织表达 好的表达有时候比真实重要 人物周刊 您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对是非真伪不自欺固然是美德 但以自己的标准抨击他人是刻薄还是正直呢 阿诚当然 王硕真是 王硕真是 是个善良的人 王硕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用自己的标准说话 谁还听他说话呢 那还不如看教材呢 媒体吵的不就是这个吗 人物周刊据他所说 他依赖四处树敌 以自我认识 您觉得这是否道德呢 他对朋友很好吗 阿诚 他的谈话里处处有道德 他是有条线的 只是他公开说出来 你会有不道德感 王硕对人非常好 有时候好到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看不少公众在往他的两肋上插刀 上个世纪就有不少人 往他两肋上插刀 他忍功高超 人物周刊 他说他最近在读物理学 宇宙学和佛经 他的新小说据他所说 也正取材于《六祖谈经》 讲的是六祖会能动物的故事 许多地方跟他描述自己的状态很像 您觉得他是真正在研究佛理 还是只是一种姿态呢 阿诚 王硕读佛经很久了 我们看了他的小说之后 是不是姿态的问题自然就消解了 说起来 王硕不会为了姿态 去费那么大的劲读佛经吧 那还是王硕吗 你说呢 人物周刊99年写完 看上去很美后 据他所说 他曾一度消沉 有过幻觉 前几天 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上 也谈了他的违禁品经验 和其他尝试 他说 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没有人管过他 阿诚 看上去很美 不管是对王硕 还是对我们 都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我很认真读了 写得好 动物凶猛是对青春期的一次清理 看上去很美 是将这个清理延伸到童年 我开始还担心 其中怎么写文革的开始 结果处理得非常好 本来就是这样 成人世界里的重大事件 儿童世界当然是另一回事 又兴奋 又无聊 里面写到方枪枪 在开大会的时候 去男厕所 迎面碰到一个女的 从里面出来 这一笔真好 你知道 我们的唯一理论要求的是 革命的现实主义 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这其中的现实主义 毁人不浅 现实主义里的现实 是由意识形态判断取舍的 所以 虽然现实里有阴暗面 但是不能写 什么是光明 什么是阴暗 是有标准的 那这是什么狗屁现实呢 王硕没有要做官 要做政治人物 吸点东西 我看无所谓吧 人物周刊 王硕不停地突出 他的出身是大院文化的 你认为 他有热烈的优越感吗 阿诚 王硕在看上去很美里 描绘一笔 文革开始的时候 各小学出来赶街 结果 翠维路小学的 被方枪将他们小学的 骂不去了 翠维路小学 大概是个平民子弟 小学吧 这是儿童的权力意识吧 1949年以后 中国出现了大院 也就是单位的办公 生活住宿集中在 一个有围墙的地方 大院是充满 和共国权力的地方 尤其是北京这个地方 各省其实都有 在这种地方成长的人 有优越感是自然的 我小时候在大院生活过 教育我们的就是 不要和外面的野孩子玩 野孩子是什么人呢 就是老百姓啊 后来我们家因为政治变故 搬出大院 一转眼我就成了野孩子了 人物周刊 他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诚 他不搞人前人后那一套 大院出身的人 有单纯正直的一面 社会多复杂啊